- 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业新闻 您好 我是刘正义 马上带您关注今晚的焦点新闻 我国今天再增加一起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名三十九岁的中国级妇女 我国还没有限制邮轮进入港口 但是政府会沿递把关 不会让发烧者进入我国 中国境内的确诊病例累计到将近六万起 死亡病例则是增加到一千三百多起 卫生部宣布 我国今天再增加一起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名三十九岁的中国级妇女 我国目前的确诊病例一共累计十九起 另外赛城一家公司出现疑似病例 大约三十名员工被指示在家办公 以防妄疑 卫生总监达东东卫尚今天表示 第十九起病例的病患是一名三十九岁的中国公民 他是第十四起病例和第十六起病例的朋友 这两名病患目前都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第十九名患者和其他四人是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五号 从武汉飞抵马来西亚 在第十四起病例和第十六起病例分别在二月五号和二月七号确诊后 这名妇女被命令隔离观察 卫生局对他进行观察后发现 他在二月十二号开始发烧和咳嗽 被转到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转入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同一天 院方对他进行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反应 他目前已经被送入隔离病房 病情稳定 位于楼佛州新山的国光第二华文小学 昨天发文告指出 接获县教育局官员的电话 告知该校有一名家长 已经确诊式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在新加坡的医院接受治疗 对此 楼佛州卫生局指出 经过确认后患者的两名孩子 都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 虽然孩子被证实没有被传染 但是许多家长今天选择不让孩子到学校上课 楼佛州卫生局昨晚发文告称 有社交媒体流传楼佛州新山一所滑小的一名 学省家长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有消息指出 学校已经采取行动 例如封锁教室 禁止学省上课 卫生部确认 两名学省是2月10号在新加坡 接受治疗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该部门已经对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 进行追踪 包括住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有三个人和该名感染者有密切的接触 分别是他的妻子及两名六岁和八岁的孩子 经过对两名孩子的医学检查 他们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不过由于和确诊患者有接触 目前还在医院接受隔离 而患者的妻子也在医院接受观察 柔佛州卫生局表示 没有指示学校采取任何的行动 包括关闭学校 也没有阻止学省上课 柔佛州卫生局表示 学校从其他来源收到了未经验证的信息 并自行采取预防措施 校方采取的行动 并不是柔佛州卫生局的指示 早前有消息称 柔佛新山国光二小一名学省家长 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这名家长是在新加坡 盛逃杀的赌场工作 我国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为了不打击旅游业 我国目前还没有限制邮轮进入港口 但是他强调政府会严厉把关 绝对不会放纵任何一名体温异常 或者是发烧者进入我国 陆兆福指出 日前受困海上两个星期的威斯特丹号 曾通知我国要求靠港 但是最后转去柬埔寨 他透露 从今年年初一月至今 共有三十艘邮轮到访我国 大多数邮轮都是来自邻国新加坡 其余都是来自其他国家 每艘邮轮一旦可带来 大约两千人到三千人 总共六万人左右 巴生西港今早就迎来一艘 来自德国的邮轮 船上载有各国游客 但并没有中国人 虽然肺炎疫情肆虐 但是他说 我国不能够因此而切断旅游业 依然欢迎各国健康的游客 前来大马观光 陆兆福今早巡视 巴生西港邮轮码头 保时德邮轮中心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自从肺炎疫情爆发后 政府已经严谨检查每个入境者 所以至今并没有身体不适的人 或准入境我国 他说 那些身体不舒服的游客 例如出现发烧 体温异常 都必须留在船上 或带到其他地方隔离 之前有邮轮 确实因为有人发烧 而被禁止下船 他指出 邮轮出发离港前 都会检测一轮 各邮轮上 都有各自的健康检查系统 当邮轮抵达准备下船时 各码头还会有体温测量仪 严谨把关 他强调 我国不会因为先行观众病毒 而禁止游客来马观光 但该部已经下定加强防疫检查 除了机场 海港码头也一样严谨检查 每一位入境者 他补充 政府暂时只是禁止武汉 和宣布封城省份的中国公民 入境我国 并没有完全禁止 全中国的省份人民入境我国 而中国目前也严禁人民出国 因此暂时没有太多中国游客 大访我国 来跟进中国当地的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 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傍晚六点 中国境内的确诊病例 累计到将近六万起 短短一天新增了超过 一万五千起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则是增加二百五十四起 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起 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的最新数据 中国境内目前有至少一万六千零六十七人 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在确诊的患者当中 有八千多人的病情处于危急状态 尽管受感染的人数不断攀升 但成功治愈的病例也在同步增加 目前中国当地有至少四十五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人 成功对抗病毒康复出院 另外有三万零六十八人 对病毒的检测呈阴性反应 至今还有十八万五千零三十七人 依然接受观察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目前西太平洋区域处于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关键时刻 因此呼吁我国政府做好准备 面对疫情突然扩散的可能性 但世界卫生组织也澄清 并没有表示过全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出现新冠肺炎社区感染 在这之前 中国有专家认为 新冠病毒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但这一个说法 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家或医生的一致共识 中国湖北省因为肺炎疫情严重 政府领导层出现大地震 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 以及武汉市的市委书记马国强 今天传出双双被革职 分别由上海市长应勇 以及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 根据中国新华网报道 中共政府对湖北省委主要职务进行了调整 上海市长应勇受委为湖北省委书记 换句话说 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的省委书记 与此同时 武汉市委书记也出现调整 王忠林受委为武汉市委书记 马国强不再担任该职务 报道指出 这一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考量而做出的安排 还有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和湖北省领导班子的实际面做出考量 这些都经过了仔细考虑 慎重研究才做出决定 菲律宾卫生部计指台湾游客入境 台湾外交部提出交涉 专家预测中国需要至少半年时间才能够恢复原本的经济状态 稍后回来有详细报道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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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菲律宾对台湾实施旅游禁令 台湾对这样的举措感到不满 菲律宾卫生部却以世界卫生组织 将台湾列入中国的一部分为由 禁止台湾游客入境 台湾外交部今天促请当局尽快做出更正 否则不排除将会做出相应的措施 新新冠状病毒蔓延全球 各国纷纷祭出旅游禁令 菲律宾卫生部将台湾列入中国的一部分 把台湾 中国 香港和澳门 一并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 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台湾的强烈反弹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菲律宾的卫生部 他在二月十号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他自己就马上通知了菲律宾的一个民航局 要求要执行这样子一个旅游的一个禁令 所以才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方当然已经表达了我方高度的不满 我们的遗憾跟我方的抗议 我们希望这个菲律宾政府呢 他这个能够尽速的更正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台湾会持续和菲律宾进行接洽 表达台湾的立场 并且会根据菲律宾内阁会议结果 决定下一步的举动 当局不排除做出任何回应举措的可能性 一切都要看菲律宾内阁会议的结果如何 并表示台湾政府已经做好准备 当然政府我们有方案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是在会议还没有 他们还没有召开之前 现在还没召开会议 还没做成决定之前 我想我们先不要在这边来谈 所谓的这个制裁 因为要看他们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我们有配套的方案 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相关的 全面性的一个考量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会先持续的跟菲律宾方面来沟通 来说明 这是菲律宾的一个卫生部的片面的错误的决定 已经影响到了台湾跟菲律宾两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截至目前台湾只有十八起确诊病例 而中国确诊病例已经将近六万起 世界卫生组织将两者情况混为一谈 将会误导其他国家 以为台湾也面临着疫情失控的局面 这对台湾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春节假期结束 中国当地原本应该恢复上班 但是却在这个时候碰上了肺炎疫情的爆发 因此被迫延长假期 无论如何目前不少的行业开始复工 面对疫情来袭 各行各业都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 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 日前 中国多个地区不同行业的员工都已经陆续复工 为了对抗病毒感染 多家企业都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招数 在重庆 当地一家企业住在公司大厦的入口处 设置了喷雾消毒通道 凡是进入公司范围 都必须要经过这一个通道接触消毒 据了解 这一个消毒喷雾系统具备了红外线探测功能 因此能够自动化 而且喷洒的水物颗粒能够达到消毒防疫的效果 同时还附带了降温 增湿和除尘的功效 整个喷洒过程只需要10到20秒即可完成 而在北京 为了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 进而提升感染病毒的风险 除了戴上口罩防疫 也有商家提供木板 作为员工传递货品 给顾客的工具 眼前看到的这一家包店 就利用木板这个工具 将新鲜出炉的包子 从厨房传送到门店外排队等候的顾客 而且店家还强制要求顾客戴上口罩 做好全面疫情防控工作 不管怎样 中国还是有许多商家处于暂时关闭的状态 并免员工受到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无疑对亚洲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名经济学家透露 在这一波疫情的袭击下 中国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原本的经济状态 这场病毒是在中国武汉爆发 而为了控制疫情 中国政府延长了当地的农历新年假期 所有的工厂和工地必须多停工十天 金士顿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Dicky Wong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大国 这项举措必定对亚洲企业的供应链构成压力 尤其是在服飙品价格 还有多余的技术企业 我认为这首半半将会准复 提出一些种东西的压力 不仅当中中国企业 但也对亚洲企业业 而且在美国的产品 因为,好像说, 它的一个产品供应链蒙 会准复发出一些种东西的压力 某些社会说媒体开始继续行业 继续行业 但我真的认为 它需要一半或两个月 回复疫情后 接下来疫情的疫情 截至目前 中国的血诊及死亡病例 还在持续增长 医学专家也曾预警 病毒的疫情即将在二月份达到顶峰 而在这一波疫情的冲击下 亚洲股市普遍下跌 而避险货币日元 以及黄金和债券则上升 他表示 希望在疫情进入平稳期之后 中国的经济能够迅速复原 这一波疫情让各国措手不及 影响了大大小小的活动进行 但是日本东京奥运主办单位 做出声明表示 疫情不会影响夏季奥运会的举办 门票将会在五月中旬开始售卖 当局将会和政府携手展开严谨的防疫措施 冷静地应对肺炎疫情 日本东京奥组委主席 森喜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做出明确表示 该委员会从来没有考虑过取消或是推迟 东京奥运会当局将会和政府合作一起对抗疫情 国际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指出 这个疫情属于意料之外的是 奥运会相关部门将在之后发布 即将前往日本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 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们有问题运动员 例如疫症状况是一种运动员 我们期待听到今天从日本政府 的TMG和你的同事 专业的工作您在合作专业 专业的健康 专业 让所有的奥运者 东京奥组委表示 日本境外的观众从五月中旬开始 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奥运会门票 而刚好在日本的外国人 也可以到现场抢购门票 具体的日期将在之后公布 2020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原定在二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但是由于这一波肺炎疫情加剧 主办方正式宣布取消大会 以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 一年一度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星期三 正式宣布取消举行 大会主办机构国际移动网络 运营商协会表示 尽管卫生官员认为 举办这次大会是安全的 但是该协会还是决定 取消原定在二月二十四号 举行的活动 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霍夫曼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2020年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已经取消 因为全球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 旅行等情况的担忧 使得这场活动无法举办 此前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德国电信 沃达峰 英国电信 和诺基亚等主要成员宣布退出 因此董事会被迫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些电信公司退出的原因 是担心不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 会伤害公司员工的健康 疫情已经从中国蔓延到数十个国家 中国死于这种病毒的人数 已经超过一千人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是全球最知名的智能手机大会之一 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这个大会在2019年吸引了十几万人参加 给当地带来了大约四亿七千万欧元的收入 网络时代很多人开始网上阅读 但是也产生网络散播假新闻的问题 稍后回来一起了解电子化 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请别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网络年代很多人都可以通过网上阅读 但是问题是有人利用网络带来的方便散播假新闻 影响社会人士的思维 这也是读者所面对的挑战 首相兼代教育部长顿马哈利指出 在鼓励阅读文化的当儿 需要有一个有系统性的计划 以面对电子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马哈利在出席阅读活动时指出 鼓励阅读文化最大的挑战 是数码化对社会的影响 以至传统阅读刊物 如报章及书本渐渐被忽视 他说很多报馆因为销量大跌 而关门大吉 图书馆内的书籍也沾满了尘埃 他说数码化的趋势让报章及书籍 推出了电子版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阅读文化依然保存下来 他认为政府必须系统化地 培养阅读文化 并扩大到各阶层 打造一个居实社会 这将是国家 朝向2030国家繁荣共产的催化剂 首相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大家必须确保国家的书籍工业 具有竞争力 满足读者的需求 谈到阅读风气的重要性 马哈利强调 这是一个吸取和强化知识的习惯 并且是人类自我成长的基础 他解释 一个人通过阅读 不只是能够掌握丰富的学识 也有能力良好及高效的传达知识 而从科学层面而言 阅读习惯 是一种有效的思维运动和训练 以及能够强化人类头脑的连结 以及刺激新的神经元连结 全国十年阅读计划 是政府提升国人阅读量的 其中一项措施 以让大马在未来十年 成为爱阅读的国家 这项计划 也获得国家文学家 德德西 爱三马赛的欢迎 他补充说 阅读兴趣应该从家里培养起 他也认为 从童年时代开始阅读的好处 是使人们能够掌握各种知识 并抓住寻求成熟的个人发展机会 前首相德德西 涉及的SRC案件迈入 第七十九天的审讯 前外交部长德德西 阿尼法在二零一零年 曾经向 拉吉保证 接受杀地阿拉伯王室的捐款 无论在法律和政治上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阿尼法也捍卫自己说 捐款事项并没有带入内阁 或国会下议院讨论 因此声称 这是属于个人捐献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号 阿尼法和拿吉在利亚德 会见沙地以故国王阿多拉 当阿尼法被拿吉 告知捐款的事宜 阿尼法并没有反对 阿尼法共证实说 拿吉曾经询问他 将有关的捐款 转到自己私人户口的看法 他当时向拿吉保证 捐款用在企业社会责任 和政治目的并不重要 因为党主席亲自掌管 大部分政治现金 已经成为巫统的惯例 无论如何 阿尼法表示 他不知道捐款的总额是多少 以及捐款真正的来源 阿尼法也捍卫自己指 捐款事实上并没有带入内阁 或国会下议院讨论而做决定 因此指 这是属于个人的捐献 针对拿吉使用这个捐款的 五十万令吉 来购买豪华手表 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行为 拿吉在SRC国际案件中 被指控在二零一四年 及二零五年期间 有四千两百万令吉汇入他的个人户口 而面临气象控罪 拿吉尔坚称 这笔钱是杀地国王的捐款 但检察官说 所谓的捐款 实际上与一码公司有关 是拿吉与其他人 穿谋欺骗我国纳税人 联邦法院早前维持沙拉越州立法会议上的决定 也就是撤销溥义区州议员陈长峰的资格 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多阿萨表示 选举会正在等待沙拉越州政府的正式宣布 才决定下一步行动 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联邦法院在十一号做出的决定 而做出声明 拉多阿吉档解释 根据沙拉越州宣法第21条第五款 选举会将会在听取沙拉越州立会议长的通知后 再决定要如何针对议席选控罪 做出下一步行动 他补充 选举委员会将会针对此事 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声明 联邦法院早前判决 沙拉越州议会议长陈掌峰 丧失州议员的资格 由于陈掌峰出任州议员已经超过三年 加上沙拉越最快在年底 或最迟明年初将举行州选举 因此该选区不会迎来补选 好的 这节欢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刘正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